想要一台拍照更好的手机 Zilla测评工具3.0 提供同一场景下多组样张对比 棚拍 逆光 夜景 微距通通涉及 成像好坏 一看便知 Zilla手机测评工具 为你的决定提供真实的依据 在微信中搜索Zilla订阅号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 最新测评 热点解读 实用技巧 每晚推送 在微信中回复产品关键字 即可获取该产品的相关内容 如回复iPhone6s 拍照等 也可以在我们的自定义菜单中查看最新视频 哈喽 大家好 当初在我们给G4发了好人卡之后 就在不停地想 下一代的LG旗舰会是什么样子呢 是G4 Pro 还是全金属机身 还是弯曲屏呢 然而我们发现 都没有 现在在我们手上拿着的 是LG的全新系列产品 叫做V10 一贯喜欢在手机上玩花花的LG 这次也确实是给它武装上了很多的噱头 比如说双玻璃 双屏幕和双摄像头 这种非主流的设计 在今天成本的手机市场上 确实成功地吸引了很多的眼球 至少是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 在新鲜过后 V10能否留得住用户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手机ID上的驱铜让一体化 全金属和轻薄化成为了几乎所有旗舰手机追求的目标 但是我们手上的V10确实有点意思的一个特例 我们先说这个一体化好了 第一眼看上去 V10的主屏上方多了一块比较显眼的辅屏 再加上双摄像头 正面肯定看起来不如前几代的G系列旗舰来的简洁 所以为了尽可能让正面看起来和谐 LG将它们和一个主屏 放在了一块黑色的玻璃盖板下面 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统一了一些 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割裂感 也变相增大了这个屏幕的视觉面积 延续了以前高屏占比的这个传统 但是说到这块大屏幕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 一般的手机都是单层的玻璃盖板 然而V10上面就采用了一个双层的玻璃 这两层保护玻璃是用OC的光学胶把它粘合在一块的 与单层玻璃相比起来 双层放在一块很明显是强度更高了 而且通过拆解我们发现 它底层的这个玻璃被固定在了 铝合金膜内注塑的这个支架上 四周呢还有边框进行保护 这就意味着它在跌落的时候 大部分的冲击力会通过边框 直接作用在强度更高的支架上 那么就给这个玻璃呢增下了另外一层保护 当然要想做这个双层玻璃的话呢 也是必须要妥协的 首先呢一般的手机玻璃盖板 一般在0.7到0.8毫米左右 然而V10的这个双层的玻璃盖板呢 虽然说单层玻璃减薄了 但是夹在一块再加上这个胶 它比一般的手机的这个盖板的厚度呢 就要厚个0.2毫米左右 其次更薄的玻璃呢 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更加复杂的加工工艺 比如说2.5D 一方面它打磨难度会更大 另外一方面呢 即便你做出来了 这个圆滑的过渡效果呢 也不会像单层玻璃那么明显 还有就是手机的盖板玻璃啊 一般是要经过什么打孔啊 边缘切割啊 强化粘合等等过程 但是0.4毫米的这个玻璃啊 强度本身就低了 所以说你就经不起折腾 为了这个保证它的良率 降低破碎的这个比例的话呢 V10正面就没有采用其他旗舰机那样的 全玻璃覆盖 上下两边呢 其实都是塑料件 这样子的话 这个听懂和传感器的开孔 就可以避免打在玻璃上了 我们翻到背面来看 V10呢 还是坚持着LG的这个可拆卸后盖的设计 不仅和现在的一体化趋势相背 而且还继续沿用塑料 和现在这个金属风啊 也是对着干 不过韩国企业玩起塑料来 还是得心应手的 V10的后盖呢 是在PC塑料层上面又加了一个 0.7毫米厚的有机硅层 所以摸起来呢 还是非常柔软亲肤的 质感虽然说不如金属来的强烈 但是呢也并不廉价 不过有机硅有它的缺点 那就是摸起来虽然舒服 但是却不耐磕碰 我们这两台样机上呢 都出现了有机硅层脱落的现象 你比如说扣耳机插头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扣下来一小块 不过你玩的再6 全大塑料的话 估计连LG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啊 所以说V10又加上了两条金属边框 但拆解之后我们发现 它真的是两条不锈钢装饰条 在截后上几乎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不过你别小看这两个装饰条 它在上面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首先在选材上来说呢 LG没有选择比较轻的铝合金 而是用了这个密度更大的不锈钢材质 看多了这种磨砂效果的铝合金机身 不锈钢的这种金属的反光效果 的确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甚至你仔细看一下 它还有更加细致的质感处理 它两边呢做成了拉丝工艺 中间呢还有一点点抛光效果 看上去还是很精致的 而且呢有那么一点跳跃感 再一点就是得益于这个边框的圆滑过度 使得屏幕虽然说没有采用2.5D玻璃 但是整个机子的边缘手感还是很顺滑的 第三呢为了减轻重量和这个焊接的扣位 装饰条内部还使用这个CNC进行了掏空处理 所以它确实花了很多心思 你经过这么一折腾的话呢 这两条金属条的成本呢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好在最终效果还没有让LG失望 但是问题也来了 这两个金属条将近有20克重 把整机的重量呢直接提升到了192克 这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6寸以下的手机啊 V10的重量可以排到第7 不过像其他手机那样 人家大或者重的时候呢 要么是有大电池 要么就是全金属机身 而V10更多是为了颜值 而且像这个苹果的6S和这个三星的S6 厚度呢只有7毫米左右 而V10的厚度就达到了9.2毫米 这在今天真的是非常少见了 又厚又重 让它和现在这个轻薄的趋势 真的是渐行渐远 经过我们工程师的这个估算 如果是它不用双层玻璃和这个有机硅的话呢 整个机身减薄个一毫米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说LG呢并不是不喜欢轻薄 而是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重量和厚度不是油线机最高的考虑因素 说白了就是 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一种设计思路 LG将三大按键放在背部的这个设计呢 已经沿用很多年了 那么这种布局的话呢 当你出现指纹识别的时候 理所应当的就把它放在了后面 但是到V10才出现指纹识别 确实是慢了竞争对手一大截 因为这么长时间 我们觉得它的速度和精度呢 确实都不错 但可惜啊 按键本身的设计呢有些松动 导致手感上呢差了一小截 从Touch ID开始 经过几件的发展 指纹识别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旗舰机的标配 是在千元机上都已经快普及了 可见指纹识别在技术和成本上 早已经突破了瓶颈 而供应商现在的格局呢 也逐渐清晰了 像除了苹果使用的这个Authentic 变成了自家技术以外 三星为代表的呢就是Synaptics 那么第三大供应商 现在是瑞典的FPC 最近呢发布了一堆的安卓机啊 经常露脸的sensor 其实都是FPC的那么几款 大家呢这个技术和成本都差不多 所以指纹识别 在出现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面 也迅速的同质化了 它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了 所以说LG这种逆一体化 逆轻薄化的思路 在今天看来 颇有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的意味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值得鼓励啊 可惜这几年LG仿佛从 电子消费市场的主流视野当中 消失了一般 如何能够让消费者感知到这种差异 可能是LG市场部的同事 需要攻克的一个大难题 最近的朋友呢可能发现 最近几期测评啊 我们对于屏幕部分都是一笔带过 因为现在的优质的屏幕啊 确实是差之毫厘 那么LG呢 又是一座屏幕起家的 所以这次它的屏幕综合素质 还是非常的好 这次主要的亮点呢 还是在主副的双屏设计上 在右上角呢 出了一块延展的显示区域 其实呢 进去观察啊 你会发现 这两个屏幕之间呢 并没有物理分进 拆解之后呢 我们发现 它LCD模组和触控层呢 和背光 实际上都是一块完整的屏幕 只不过在左上角呢 采取了一部分 通过屏幕边缘的走线呢 可以清晰地看出 屏幕的整体轮廓 所以说这所谓的双屏 实际上就是一块屏幕 只是在系统里面 人为地把它画出了 显示的界限 主屏幕亮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辅屏看作是一个 高度机身化的一个Dock栏 那么左右滑动呢 你能够切换 看到里面那些快捷快关 等等一些频繁的操作 而且一直在这个系统交互的 第一层级 急用急点非常的方便 主屏西屏的时候呢 辅屏可以显示时间 快捷开关 不点亮屏幕呢 也可以查看时间 关闭WiFi这种清晾机的操作 不过这个时候 稍懂一点门道的同学 应该就有疑问了 既然你是一整块LCD屏幕 背光要么全亮 要么就全灭 不可能像艾莫兰那样 局部的显示内容 那么辅屏会不会非常的耗电呢 答案就在辅屏的左侧 其实呢 这里边有两颗独立的LED背光 只要用到辅屏的时候呢 这两颗背光灯呢 就会常亮 所以说辅屏的功耗和主屏呢 可以说是分开的 那么我们通过功耗测试 发现8小时带机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辅屏长亮啊 它最终的功耗影响 也就一两个百分点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说功耗呢 我们基本可以不用担心了 虽说解决了功耗问题 但是两颗LED呢 却有着非常严重的漏光现象 看上去呢 还真的是很影响心情 总的来说 AMOLED才是显示技术的未来啊 V10的相机呢 前置摄像头最大特点 是有一个双前置摄像头啊 过去我们对于这部分呢 讲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们觉得 前置摄像头对于画质的要求呢 其实并不明确 因为大家都喜欢有美颜相机嘛 对吧 那像我这种人又不喜欢 拍得太清楚 因为痘痘太多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 基本上不怎么讲太多的画质 那么这次它的双摄像头 是什么意思呢 里面也没什么黑科技 其实就是在一般手机的 这个80度前置摄像头的 这个基础上 加了一颗120度的广角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手动的这个点按呢 来进行切换 画面呢 确实广了不少 非常适合这个多人的自拍 但是如果你是边缘那一个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120度的广角积变呢 会把你自己拍的 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了 说完了双前事 我们回归正题啊 继续从硬件参数 呈现画质和体验 三个维度 来看一看V10 这颗主摄像头的表现 那么首先从参数上来说呢 V10和G4一样 都采用了一颗 1600万像素的这个 感光元件 光圆呢 是1.8 那么光学防抖和激光对焦呢 也都继续了保留 那么在成像画质方面呢 虽然说参数没变 但是非常类似于 这个Note5的升级啊 同为下边的旗舰 V10和上野的产品相比起来 在成像画质上 也有了些许的提高 那么在白天的表现上呢 甚至可以和Note5一战啊 这点非常难得 那么在白天光照充足的时候呢 V10的整体的样张观感 和G4和Note5呢 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已经非常厉害了 属于现在安卓成像的第一梯队 细节上呢 解析力甚至比G4呢 要更好一些 那么对比度 饱和度呢 LG的调教风格 向来是偏低一些的 我们觉得整体问题呢 不是特别大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3.0网页工具里面 进行详细的对比 但是白天样招呢 V10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呢 也是LG的老毛病了 就是边缘解析力下降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张 和Note5相比的话呢 中心锐度差不多 但是V10和G4的画面 边缘则丢失了很多的细节 边缘的这些花朵 建筑物的线条呢 一眼就看出来啊 不如中心锐利 第二呢 就是抗旋光的能力呢 是比较差的 逆光下呢 有很大的几率 会出现饱和度偏低的现象 画面呢 一般呢 就会比较偏白 很多组样张呢 都体现出了这种情况 这几乎是V10的死血啊 而且现在看来 大家白天犯错的几率呢 都已经非常少了 逆光死一下子 就成了V10最大的短板 来到了晚上 夜间成像呢 它的解析力呢 也是比较优异 但是噪点控制呢 稍差一些 我们来看这张 与G4相比起来 V10的这种画面 沉静度呢 更高 放大之后呢 可以发现 暗部噪点更少 但是与Note5相比起来 确实还有差距 细节方面 V10的表现 还是让我们觉得 十分惊喜的 你比如上下这张 桥上的这个钢篮呢 依然是可以清晰可见 可以说和Note5 在这一点上来说 是实力相当 再比如这一张 V10的拍摄 它的这个栏杆的轮廓 则是完败了 另外呢 LG夜景的这个样张呢 曝光量一向是很充足的 那么这次V10的画面 整体亮度呢 也是比较高 而且在和这个 偏短的G4相比起来的话呢 它的白平衡表现 更加忠实可靠 总体来说 小毛病虽然有啊 但是狭不掩语 它的总体素质呢 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标杆的Note5了 那么再次刷新了 我们对LG手机 成像画质的印象 但是你别忘了 还有用户体验那部分呢 这方面 它可就是败下阵来了 一些十分影响 拍摄效率的细节 真的是让人很难忍受 首先第一点 虽然说相机的 启动速度是挺快的 但是你按下快门之后呢 经常要等两三秒时间 才能拍照 这么慢的反映速度 精彩瞬间早就过去了 另外一点就是 一旦环境变了之后呢 V10的画面帧率 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看上去一卡一卡的 而同等情况之下 Note5呢 则是通过提高感光度 来解决这个掉帧的情况 虽然说画面噪点 看起来多一些 但是却保证了 夜间拍照 十分重要的流畅性 而且拍出来的照片呢 噪点其实并不多 那么整个拍照的过程 干净流畅 所以说V10呢 确实有能够 把照片拍好的实力 但是却败在了 如何把照片拍得爽 这一点上 功能上呢 相机一直都是 LG的旗舰的强项 但是除了这个 简单的自动模式以外 V10还开发了很多这种 前所未有的 详细的版本的 这种专业模式 你比如说直方图 后幕同步闪光 水平仪这些功能 在手机上 真的是不多见 逻辑呢 都非常接近专业相机 那么让V10的 这个相机的可玩性呢 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但是在前置 这个功能 非常丰富的情况之下 手机的这个后期的功能呢 却没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功能设置 除了这个剪辑比例以外呢 什么这个饱和度啊 和这个后期的功能 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 可以说 它的相机的整个package 是不是特别的完整 那么另外呢 你看完了整个相机的 这个模块的使用之后 你会发现 它非常像一个 纯硬件公司做出来的产品 因为很多这个功能设置 和在这个开发上面的逻辑呢 并不是很符合用户的 这个实际的需求 你比如说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可以允许你 一边拍摄视频 一边调节参数 这种听起来很有意思的功能 但实际上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有非常大的实际意义 因为在真正视频创作的时候 你通常会选择 先把参数调好 让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的 确定性非常高 而并非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一边去调节参数 一边去达到自己的拍摄效果 而且这种情况 通常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需要调节的时候呢 并不能够给整个的这个成片 带来很大的益处 所以说看来 LG在软件的开发思路上 和功能的调教上 还是需要多下功夫 以往LG的产品 对于性能的追求呢 一向是很激进的 从双核到四核的军备精赛年代呢 每一次都是卯足而接着抢首发 不过到了2015年 LG的两款旗舰 G4和V10则一反常态 放着旗舰810不用 选择了这个次旗舰的808 这也让我们对V10呢 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 在各个方面呢 我们认为旗舰都应该是追求极致的 但是这一次呢 却一反常态 那么808和810相比起来 究竟差在哪呢 那么在V10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只能让人来看 810和808呢 就是一个八核对六核CPU的 这么一个差异 GPU呢 是一个高端一个中端 最新的这个内存和闪存呢 810也都是才支持 处处都感觉压着808一头 但实际上放在手机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 SoC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 你不能只散谈兵 那么在CPU上呢 810因为制程上的各种缺陷呢 四个大核的A57 同时工作的时候 几乎没有哪个手机厂家 能hold得住它的发热 所以用起来 大家都喜欢是关掉两个核 结果在CPU这层面呢 就变成了和808没有多大区别 而在核心调度上呢 808的优化实际上也比 很多的810的细节做得更好 那么拿两款810的手机来去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 无论在跑分刷网页 还是看微博的这种情况之下 808的六个核心都表现得很规矩 处处是打卡上线 反观810 大部分的时候呢 两个大核关掉了之后 另外两个大核也会时不时的离线 就好像一辆跑车 堵在了北京二环路上 你是有载多的劲儿 你也没地儿使 那么在五小时的这个续航温度的时候 V10的整体表现 也比很多的810机型呢 要好一些 所以808的CPU呢 确实不弱 但真正差的是GPU和内存和闪存的支持 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手机性能 高度过剩的年代下 大家都没有完全榨取SOC的性能 所以真正的表现 两者差别并不大 那么在V10放弃了 810和808旗舰的光环 选择了相对保守克制的 808这样的SOC 用它的稳定和这个均衡的功耗 来弥补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差距 那么过去这一年呢 可以说高通是经历了很多低潮 否则也不会有810和808 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了 随着2016年到来 新一轮的SOC军备竞赛已经打响 三星 联发科和海思都带着自己最新架构的产品 来势汹汹 高通的820在这个时候能否担其首成的重任 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完硬件我们来说说软件吧 即便我有一万个理由喜欢这款手机 但是一个理由就足以让我用不起来了 就是UI实在是太丑了 丑了我更都不想说话 首先呢就是看着特别土 系统当中的很多色彩呢 它的明度和这个饱和度都非常低 从iOS7开始 这种鲜明的这种设计呢 已经成为主流了 用户的眼睛基本被教育过了 但是LG这个配色看起来特别的落伍 特别有上个世纪的感觉 而且整个图标的设计风格呢 也不统一 毫无美感可言 整个下拉菜单的按钮呢 相互遮挡这种事情 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但是从LG V10这双手机的架势看起来的话 它是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 另外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 在系统上玩精简了 去搞减法 但LG做的呢还是不够坚决 比如2G菜单当中 还是保留了4.0时代 非常标准的这种窗口小部件 再比如设置界面 有标签式的分布 也有这种列表式的排列 看上去好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但实际上就是没有破例 把它直接砍掉 把它经典结构 那么LG在硬件上玩这么多的花样 但是软件上还是显得不够走心 要是还不改变的话 可能LG未来软件 就会成为它最大的痛点 5小时续航测试之后呢 V10的剩余电量是34% 与G4的成绩呢比较接近 但是你把它放到5.5寸以上的手机里面的时候 它的这个成绩已经不能算是出众了 这个时候作为为数不多的 可拆卸电池的旗舰 加一块电池 加上一个充电底座的话呢 可能会给它的这个比较不理想的 续航成绩呢 找补一些这个颜面吧 那么发现最近一年的这个手机里面呢 面对标准的5小时续航测试 成绩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那么我们看一些明星机型 它们从一年多以前的 手机的这个35的这个电量的均值呢 提升了大概5个多百分点 那么在手机电池技术 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情况之下 这种侧面反映出了 手机各个方面升级带来的好处 此外呢 这个V108小时的待机 剩余电量呢 有95% 那么开机 开启这个浮屏 也没有在功耗上带来特别大的增加 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充电方面 V10支持QC2.0 一小时充电的88% 充满电呢 需要81分钟 基本达到了现在主流快充手机的这个速度 不过充电方面还是有个疑问的 我们打开手机的背壳的发现 除了NFC呢 V10机身里面 还有两个无线充电的触点 只是后壳上呢 并没有对应的触点 所以说还不能支持无线充电 而且官方呢 也没有说这个无线充电的套件呢 会有售 那么我们从第三方 买了一个无线充电的后盖 实际测试发现呢 它确实是支持这个无线充电的 只不过呢 并不是快充的标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作为探索的这个需求呢 去买一些配件来玩一玩 但是由于不是官方出现的配件 所以各种问题 我可该不负责啊 通过这次测评呢 我们认为V10 还是算是一部不错的手机了 各方面呢 比较均衡 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差异性 适合那些不想买街机 想彰显自己小个性的人群 但是V10上市也有几个月了 为什么市场的反馈平平呢 首先我们认为 第一个问题还是卖的太贵 它卖4998啊 敢卖5000的手机 今天已经没几个了吧 而且你把它和6S S6和Note5这样的旗舰机 放在一块的时候发现 总体来说虽然不错啊 但是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差距 再其次呢 就是V10身上有很多的创新点呢 其实都在解决用户的扬点 在产品的需求当中 我们把创新分为三个层次 最高的层次是那种叫做 创造需求的创新 你比如像触摸屏 Touch ID 在你出来之前 你甚至不觉得你需要它 第二个层次呢 我们叫做痛点的创新 也就是有需求在先 然后创新在跟上 也比如像快充技术 第三层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解决扬点的创新 可能这种东西是有了更好 但是没有呢 你也不觉得有多大损失 你比如说前置摄像头的这种大像素 心率传感器 还有这次的什么双前摄等等 所以V10上呢 它的创新都属于第三层 这种低层级的创新 就很难让人记得住 更重要的是你发现 这不是V10这一代产品的问题 可能在LG最近几代产品当中 都是这个样子 投入产出比和这个创新的程度 没有得到市场规模化的认可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呢 我们认为也有三个 第一个呢 可能是LG的品牌 确实做得太差了 从十几年开始巧克力之后呢 几乎再没有什么产品的这种信息 能够让人非常清晰的记住 第二点就是 硬件上呢 各代的表现的参差不齐 没有给市场一个持续稳健的信号 所以说 它更多是在水货市场上得到关注 听起来挺悲凉的 第三个呢 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LG尤其不受市场青睐的原因 是因为 它还是一家硬件公司 在以硬件公司的思路 去主导研发产品 那么在形态上的创新 软件的跟进上呢 几乎是 没有做出任何这种核心的调整 和甚至的整合 这种思路还停留在上个时代 和今天的这个 整个时代背景显得格格不入 好 那么如果LG真的希望 把所有的背剧都停留在 V10这一代产品上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功课重点 就是如何把Gir使对 而不是把Gir使足了 好了 今天的测评就到这 更多的内容呢 欢迎大家登陆Zero.com 以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和官方微信订阅号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太麻烦的话呢 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拜拜